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美姐跟咱们非亲非故事都能帮忙 何况咱们还是亲戚呢 还有啥 还有咱爸 你说咱爸跟他比 咱们以前的想法是不太自私了 人物提高得太快了 我接受不了啊 行了 赶紧回家寄钱去吧 快走吧 给我晚点 那快快快 咱们接下来 阿丽 胡小英 怎么会是你啊 我有件事想求你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记得你胡小英曾经说过 这辈子都不会来求我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求你让韩刚见见闻闻 不行 韩刚不能见闻闻 大哥得尿毒症了 躺在北京的医院里等着手术呢 尿毒症 韩刚好好的 怎么会得尿毒症 你真不知道吗 胡小英 你不是在骗我吧 这种事我怎么能骗你呢 再过两天就要做手术了 换肾手术 你也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大手术 而是谁也不能保证手术能百分之百成功 万一有什么意外 我求你了 你就让他们父子见一面吧 这老天爷 对他也太不公平了 小英 我实话跟你说吧 就是因为韩刚要见闻闻 我现在跟我的爱人 关系弄得特别紧张 我现在的爱人 特别不希望 韩刚 再去见闻闻 他还威胁我说 如果他们再见面的话 他就要跟我离婚 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 我要跟他提出这个事情 我真的很为难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不会的 你好好跟他说说他能理解的 什么事比人命还重要呢 玛丽 你要是不让他们见面 不但韩刚会遗憾 就是文文长大了以后 知道这件事 也会埋怨你的 我 我 我怕他不同意啊 他凭什么不同意 他只是文文的继父 韩刚才是文文的亲生父亲 无论韩刚犯了多大的错误 他都有见自己孩子的权利啊 小英 这件事情 来得太突然了 你让我 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玛丽 你知道吗 为了韩刚 他爸爸自己的肾都捐了 我跟韩强把所有的积蓄 全都拿出来了 还有东梅姐 为了筹钱 他把车都卖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求你别的 只希望能在他手术之前 你让他们见你 这样就算有什么意外的话 韩刚都不会 都不会遗憾了 马丽 抛开这些 你跟大哥当年的勤奋 你就一点都不念了吗 行 我知道了 行 我知道了 喂 事办怎么样了 玛丽答应了吗 你别提了 我就没见过再比玛丽更狠心的了 你得跟人家好好说 现在咱们不求他吗 你跟他好好 你没跟他吵架吧 我没吵 我都恨不得给他跪下了 我求他了 可是他还说他考虑考虑 你没跟他说说 现在我们在医院的情况啊 你让他唤起点 他的人性 你没跟他说 我爸要给捐肾什么的 我跟他说了 我说爸要给大哥捐肾 我们家拿出所有的钱 给哥治病 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啊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爸 我听那边有人喊我妈 我妈那出事了吧 你再打 妈 还痛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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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 我爸 哎 我我我找你妈 哎 妈 我爸 他爸 没事吧 我们这边事你都知道了 那你听我给你解释解释 你不用跟我解释 为了儿子 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你看咱们也没什么能耐 能做点啥就做点啥吧 没有马上告诉你 就是怕你着急上火担心 你这个人大家都知道 这一辈子光想着别人 大家也顾不过来想着你 所以就没敢马上告诉你 别说这么多了 他爸 我等着你回来 回来以后我好好地伺候你 他爸 你得答应我 给我好好地回来 带着咱们钢子 好好地活着回来 你们一块都得给我回来 那当然 那是你放心放心 妈放心吧 我在这呢 你得好好照顾自己 你得出点事 你看我们这爷子仨怎么办呢 那行 有什么话说吗 那挂了挂了 妈 马力 你知道吗 为了韩刚 他爸把自己的肾都捐了 我跟韩强 把所有的积蓄全都拿出来了 还有东北姐 为了筹钱他把车都卖了 我们不求你别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 你让他们在手术之前见一面 这样就算有什么意外的话 韩刚都不会遗憾了 抛开这些 你跟大哥当年的勤奋 你就一点都不念了吗 你 你怎么来 我怎么就不能来 是啊 你能来 那你来干什么呀 我就是来看看 这大白天里 你们能敢做什么下作的事情来 下作 玛丽 你可不要谢口配人知道吗 王大志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你敢做你就应该敢当 玛姐 你别误会我们 你别待着去 这人你说话的伴 行了 你来到底有什么事吗 我今天就是多余来 莉莉你回来了 这半天去哪了 吃饭了吗 我跟王大志结束了 结束 什么意思啊 结束就是离婚 就是离婚的意思 离婚 莉莉 你疯了 不是我疯了 是她疯了 她已经跟别人好上了 我能不离婚吗 有根据吗 你不要瞎说呀 再说了 莉莉 你跟韩刚离婚不久 你跟大志结婚时间也不长 你又要离 那别人怎么说你呀 别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是在给我自己过日子 我不是给别人过日子 以后 你们别老是管我的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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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那招什么急 阿师傅 明天就手术了 我特意把你们俩调在一块 晚上啊 踏踏实实地睡个觉 保证明天的手术 谢谢 谢谢 好好休息吧 郑教授 走啊 好 好 好 韩叔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 明日我一早过来 爸 我也先走了 早点睡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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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怎么还没睡呢 小晏啊 嗯 我想跟你说个事 妈你说 什么事 我得去北京 你去干嘛呀 又帮不上什么忙 再说妈 你去了又跟着着急上火的 是 我去了也许是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我得跟他们爷儿俩在一块 我得陪着他们 我能在他们旁边给他们鼓劲加油吗 那你说 你这折腾来折腾去的 你心脏也受不了啊 没事 带着药就行了 我和你爸呀 虽然说是结婚好几十年了 可他也没在家待过几天 年轻的时候吧 为了这个家竟在外边玩命 你说日子过得多快呀 你眨眼的功夫 都老了 钢子强的也长大了 你说你们都有孩子了 钢子这回生病 你说你爸和他 做这么大的手术 说没危险 那是懵人吗 那是懵人吗 我都不在他们身边 那你说我死的时候 我这眼面我都比不上 妈 行了你别说了啊 咱去我送你去 你别去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那不行 你在家还得带明明呢 明天我把明明送到老爷那儿 让他们帮着带聊天 咱们明天就行了 这你别看了 这你别看了 你快回去睡觉吧 咱明天还得坐车呢 晓天你睡去吧 妈睡不着了 妈 你也别太难过了 我知道了 你睡去吧 你早点睡啊 睡去吧你 钢子 你猜我现在最想的是什么 想什么呀 我现在最想的是吃臭豆腐 那个大拌馒头一拌两拌 臭豆腐往里头上一抹一夹 吃吧 嗯 你最想什么 我特别想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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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们一家人 去吃一顿饺子 好 吃饺子好 吃饺子好 过去在咱们老家呀 因为穷 过年才能吃顿饺子 你最爱吃你奶奶给你包的饺子吧 嗯 有菜的,有肉的,有鸡蛋的,还有甜的 还包一个两个的那个带钱的那包里头 谁能吃到,谁又有好福气,谁都发财 过年的脚子代表着团圆 孩子,我知道你嘴上说的是吃饺子 心里想的是团圆 是吧,孩子 等我做完手术,我们一家人去吃顿饺子 我给你买上两块臭豆腐,好不好 一定 一定啊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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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我是韩刚和韩利德的家属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 他们明天就手术了 我想在这儿陪陪他们 心里不踏实 啊 啊 桅彑 胡 chapter 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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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混 algorithm 胡說 胡說 那你当时吹什么牛呢你 行行行行 你带妈打车过来吧 慢点啊 好 童梅 文文来了吗 韩刚 别太着急了 等你手术结束了 再见文文也行啊 嗯 文文 文文 韩刚 文文 叫爸爸 爸爸 文文 你来了文文 你来了文文 妈妈说你病了 要去手术 文文文嗯 Harley 啊 我 我 拉高上吊 一百年不许遍 拉走屎 看手印 手术时间到了 咱们走吧 文文 你等着爸爸 故事 请停一下好了 孩子 过一会儿见吧 好的 韩师傅 放心吧 曾家说 那天我不是跟你说这玩意的 左边这个腰都不行的话 赶快就把右边给摘下来 拜托你 韩哥 门口那么多亲人都等着你呢 还有你的老父亲 一定要坚强一点 挺住 我说我esa 我已经没有 Rao 他在哪里 是 是 因为 是 是 这 叫奶奶 奶奶 奶奶 奶奶真乖 酷看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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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教授出来了 曾教授 曾教授 手术怎么样 大夫 怎么了 手术成功了 谢谢你 谢谢你大夫 文文 爸爸的手术成功了 今日韩与父的老伴吧 也是我妈妈 别担心了 手术挺顺利的 那我们 我们现在能见见他们吗 不行 现在他们在重症监护室 得过了这个危险期 才能出来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见他们呀 别着急 根据他们恢复的情况啊 估计三天以后 就能够转入普通病房了 要这么长时间呢 当然也不见得 也可能重症监护室安排好了以后啊 就可以去见他 但是每次只能去见一个人 因为他现在身体太虚弱了 好 好 大夫 谢谢 不愿意 没事 没事 谢谢董事长 那你们带来 等一等 好 谢谢董事长 谢谢 他爸呀 他爸 是我 快醒醒 你快睁个眼睛看看我呀 我也赶过来了 刚才一直在门口陪着你呢 醒醒他爸 我知道你能听听我说话是不是啊 你要是不乐意睁眼 就听我跟你说啊 刚才人家大夫说了 手术做得特别成功 咱们刚子有救了 这都是你的功劳 说说你 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 可是你自个儿的身体 你就不想想啊 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忘了你跟我说的话 咱们得好好地过日子嘛 谁都不许先走 咱要是走也得一块走 听见了没有啊 这好日子刚刚开始呢 咱得好好地一块过 你都听见了吧 我就等着你 快点给我醒过来 孩子们都在门口等着呢 他爸 你听见了你就醒啊 反正我知道你命硬 什么事都没有 都没 你别走 我们两个人 到那边坐 到那边坐坐吧 汪汪 乖 在这边等着妈妈啊 冬梅 等文文看完她爸爸后 我们就回去了 这么快啊 我父母现在身体都不太好 我得回去照顾他们 我以前一直觉得 只有我 才能够给韩刚 他所想要的一切 可是我发现我错了 其实 他最需要的是你 我走后 你可以转告韩刚 如果他想孩子了 他任何时候 都可以去看文文 还有就是 我特别想要说的 祝你和韩刚幸福 现在可以探视了 请问你们谁带孩子进去 文文 来 文文 东梅 还是你带着文文进去吧 现在韩刚 除了 除了想见文文之外 就是你了 你能够给他更多的安慰 还是你带文文进去吧 文文 早 来 进来吧 文文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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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搞 symptom 咱俩 我靠吗 就别睿認了 我度 worked Industrie 我靠 Brent 爹靠默 我疼 爸爸一看见你就不疼了 那你为什么还在流眼泪呀 爸爸是高兴的 好孩子 你说话算数 爸爸一醒就见着你了 那当然了 咱们俩不是拉我咕咕吗 儿子 再叫我一声话 爸爸 冬眉 我爸怎么样 韩叔 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 你带我去见她 冬眉 你别太着急 嗯 曾教授 曾教授 什么事儿 你看我们钢子现在恢复得是不错 可是你看我们家老韩 他怎么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呀 会不会就这么就睡过去了呀 不会不会 这个事儿你别着急啊 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二十四小时醒不过来的话 这也是正常现象 因为从咱们现在的情况 手术没出任何问题 从仪器上看 他的生命指标是正常的 呃 有人对这个麻醉药物啊 代谢的快 有人代谢的慢 我给您打个比方 就是说 比如说有人喝一斤酒他都没有醉 可是有人喝二两他就醉了 就这么回事儿 所以您千万不要着急 等一会儿我们就会个诊 我们尽快的拿出一个好的办法 让他早一点醒来 干了 你才能吃瘋了 你别管我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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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Á 你别怪我 你别怪我 妈 你别这样看我大哥 刚走 妈 我刚叫你妈妈 刚走 干什么 你说你刚做了这么大的手术 你不能折腾 妈 你跟我说实话 我爸是不是有危险 哥你就别问了 你刚做完手术 我们和妈都怕你着急 别问了 他把命都给我了 他要有个好歹 我活了还有什么意思 静瞎说 你爸救你为了什么呀 就是为了让你好好活着 让你有出息 你说你说这种话 你爸要是听见 他得多伤心啊 那他不是白救你了吗 你现在好好地养好身体 你爸就最高兴了 再说你去有什么用啊 妈 你就让我见见他 我就想叫他一声爸 妈 我求求你 你让我见见他 我就想叫他一声 怎么办 你打了我那一条 巴掌 我就再没叫过你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忘记一次 他到嘴边了 看 要是我没叫出来 爸 爸 我后悔了 我后悔没听你的话 走错路了 我后悔 没好好孝敬你吧 爸 你醒醒 你看看我好吗 爸 我是钢子 他爸 钢子叫你了 你听见了吗 爸 我是钢子 你听见了吗 爸 他爸 他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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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爸 爸 快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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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一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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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爷爷去 看爷爷奶奶 来 来 坐好了 坐在这儿 看你了 来 好 来 来 来 喊茄子啊 好 一二三 茄子